成家班只捧红了成龙,而洪家班却捧红了所有人。答案都在这里。 上世纪九十分之八十年代,那时在香港电影史上众多的武行群体中,成龙的成家班与洪金宝的洪家班,奉献了不少佳作。 洪家班,广义来说是洪金宝主持的一个电影班底,可以包括一些摄影时间制等,侠义说来,就单指洪金宝班底的武术指导,武师们。 这个班底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曾经雄霸一方,制作过许多快智人口的动作佳作。 洪金宝是大师兄,所以比较早的组织人马成立了洪家班。 尤其是李小龙去世后,跟李小龙的武师跟了洪金宝,壮大了势力。 林郑英、东伟、孟海、袁彪、袁奎、袁华都是洪家班主力,就连成龙都一度是洪家班成员。 洪家班的灵患鬼片是很有特色的片种,其他电影公司就算像魔防也难于下手,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洪家班有林郑英。 鬼片有了林郑英就像无离头电影有了周星驰,成功了大半。 成龙的思路不一样,他要的则是能打的搏命仔。 所以成龙的电影,你只能记住成龙,记不住那些小弟。 这样时间一长,矛盾自然出来了。 新金牌娱乐观察家记得,1992年,成家班的工作加薪等问题凸显,拍完《非英计划》这部影片时,成家班宣布正式解体。 成龙一度想不通,自己带众兄弟不薄,薪水是香港武行最高的,为啥大家不满意? 其实就是因为成家班没跑红一个人,除了成龙。 既然说起成家班和红家班,那索性把类似的有代表性的团体都比一比八。 先看看周星驰的团队,首先周星驰和成龙有一点,就是作品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,以自己为主。 但中间不同的是,虽然主角是周星驰,但是周星驰不管哪部电影都会有老伙计的身影,并设计独特的角色攻击演绎,比如吴梦达、罗嘉英、如花。 老前辈也能够得到不输于主角设定的角色,就像袁华袁奎。 很多新人也可以评级角色出头,例如黄胜一、陈国坤。 所以周星驰团队,尽管个人色彩浓重,但周星驰这里属于众星胖月形的,自己发光,其他人也可以发光。 周星驰只主导了电影的方向,并且在占据最多的戏份,但是其他人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。 所以周星驰不仅带出了一些新人,也让许多老前辈找到视野第二春。 只不过周星驰弱点在控制局太强,无论是金钱还是档期,即便公司安排不了其下一人也不能激活,因此也浪费了一些新人,比如李慧。 不过后来周星驰退居幕后,也开始给予年轻人更多的机会。 然后是德云社。 德云社是师徒关系和雇佣关系综合起来建立的。 郭德纲和其他演员既是师徒也是老板员工,弟子在郭德纲旗下也都能得到机会展现自己,而郭德纲更能碰出弟子,比如岳云鹏。 当然,也有弟子出去自立门户,这块还有曹云金,和云伟很多麻烦复杂的事情,不是当事人也说不清道不明,就不多言了。 这方面非常好的就是赵本山的本山传媒,赵家班,可以说是豪华版的德云社。 赵本山之前就经常带徒弟上春玩面小品以及做电视剧做电影,他提供一个平台工弟子展现,自己也从中抽取部分利润,弟子中也有很多人都闯出了名堂,比如东北F4,到现在也没人自立门户, 而是老老实实跟住赵本山,这和赵本山先熟的玉夏之道有关,不过最主要的还是赵本山势力庞大,谁敢脱离分分钟没饭吃。 总之老赵的却用心带徒弟,机会也给的够多。 红家班以前是和周星驰团队差不多的,红金宝做主角,其他人做配角或者跑龙套,有的兄弟可以做个大反派,戏更够足。 后来红金宝削减自己在台前的影响,给自己是兄弟和小弟越来越多的机会,有的时候自己可以做反派来碰人。 当年吴京去香港拍片,也是跟的红金宝,基本上也是给足了吴京发挥的空间,可以说红金宝并不是分重视自己作为演员或者明星如何如何,他更看重公司的长远利益,红金宝更像一位大商人。 老大哥,每一个跟他的兄弟出了头,他既能有一份人情,多添一份升威,也能多一份利润。 红家班,只是一个电影幕后团队罢了,红家班只有成龙一个人而已。 红家班,只是一个电影幕后团队罢了,红家班,只是一个电影幕后团队罢了。 红家班,只是一个电影幕后团队罢了,红家班,只是一个电影幕后团队罢了,红家班,只是一个电影幕后团队罢了。 红家班,只是一个电影幕后团队罢了,红ên attempt atimage。 红家班,只是一个电影幕后团队罢了,红家班团队罢了,红家班团队罢了,红家用车罢队罢了,纤家班罢了。